好 那麼老師呢 您進到我們這一個 OneNote的群組之後呢 您在上面這邊齁 12341KNO W.NET 那您進來之後呢其實 像我平常上課 其實我的年齡層範圍是比較廣一點點 我國小也有開 然後呢 高中族也有 大專也有 然後呢還有成人的 所以我的年齡層範圍比較大 那我現在所有東西都放在OneNote上 那麼您在加入的時候 如果老師您今天覺得OK 我馬上就想要試看看的 您就可以直接用所謂的會員的方式 您可以用這個 社群的帳號直接使用 這是第一種方法 第二個呢您註冊的時候呢 您也可以直接用您的信箱 但是這種方式呢您要去收一下 您的信件它會有個認證信 那如果說老師今天 只想先企劃買 OneNote的最大的一個特色 就是它有訪客 像剛剛那個老師有提到 像我平常 我在高職的協同教學 我就會先幫忙 把訪客代碼都先弄好 所以我都會每次上課 我就會給他們一張 就是通關密碼 因為這個呢您按下之後呢 會產生一個八位數的部分大小一些 那下次呢用相同的代碼就可以進來 所以我從這邊按一下 有沒有這邊就產生八位數了 那麼如果您進來之後 不小心忘記了也沒關係 您進去之後呢在我們的右上角這裡 在右上角這邊您還可以看到有沒有 你的代碼還在這裡 所以您一進來之後呢 您可以先到這邊先把這個個人的這個資訊 把它稍微先填寫一下您的姓名 好姓名的部分先填好 好那麼我們今天的主要的內容在哪裡 在群組裡面喔 那我先跟老師稍微介紹一下 有些老師可能是第一次使用 您進到這個發現這個地方呢 其實就是所謂公開的課程 好公開的部分 那這邊單元就比較像是單一個教材 好比較像單一個教材 那課程呢就比如說我有生物課啦 對不對這有理化課 那群組呢比較像我們講的班級的概念 所以剛剛賴老師一直提到 塗鴉牆啊那個部分就是在 群組裡面的 那以我來講齁 延期的部分其實我都是把它變成一個群組 那我所有的延期如果是這種公開的 我到現場之後呢 以後全部都是公開的 所以您進到這個發現以後 有沒有看到我們在這邊 就在這裡 第一個就是了 當然你還會看到我很多其他的 我的群組公開的很多 但是我必須承認就是 大多數的人不太敢進來 為什麼都怕怎麼樣 走錯教室敲錯門 怕會打擾到人家這樣子 那所以呢通常比較多人訂閱的就是在課程啦 課程因為這裡也有很多嘛 也有一些我的齁 像這邊免費軟體的部分啊 那群組的部分是相對比較少 不過最近慢慢發現有一些趕進來 那點進來之後呢 您點到它 那在右上角這裡就有一個加入 這裡就有一個加入齁 你按下去之後呢 就可以進來了 我們今天好像大家都沒有拿到講義之類的 對不對 因為我全部放在這裡 所以您回去 自行有需要再自行看一下比較快 好這樣就不用再印出來 那你往下走 像OneNote這邊的話 其實你看要坎入 OneNote一個很大的一個特色跟什麼 結合在一起 跟雲端一點 所以老師很多學校現在 雲端一點是不是都 有那個Google代管的氣象對不對 空間多大 對對對 點頭也對搖頭也對 點頭是知道無限大 搖頭不知道也是無限大 所以都對 所以那個空間 我們就好好善用它 像我在這邊給您看一下 我在學校這邊空間 沒用多少 只用了243而已 如果平常老師是一般的區 沒有帳號是15區 比較討厭的是 每次進來是剩多少 在這邊只告訴你用多少而已 肌肉不一樣 所以這個是給您參考一下 那我們呢 這樣進來之後 我們所有的資料呢 您可以看到訊息 另外我們主要的 今天的所有延期的資料 通通通都在任務裡面 在任務裡面 那 右手邊呢 等一下呢 我們這一段我錄好之後呢 各位 我們會同步 放到雲端硬碟上 所以 你隨時要把我replay都沒有關係 我絕對不會生氣的 因為我們上課都是同步的 好 那這一段 老師有沒有知道怎麼放進來了 所以這個是不只用訪客帳號進去 對 您用訪客帳號也可以有很多的功能 對對對 你用標準的帳號當然功能會比較多 但是訪客也可以用很多功能 所以其實像一般 如果像國中生或國小生 他們比較不會有所謂的email的時候 其實老師稍微辛苦一點點 把訪客帳號先加進來 先自己先建立幾個 加進來之後 那他們就會比較好用 OK